请问一下你的择偶观是什么 他 他是吗 他是 哎 妈妈跑 妈妈跑 来来来 妈妈跑 你会 你如果 你会嫁给一个外国人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有 不是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你觉得外国人怎么样 有好有坏 好在哪 他们的文化比较包容 然后比较 包容 对不起 我粉男 请问你们觉得 外国人怎么样 外国人 我们没有中国人好吧 我们是比较喜欢中国人 他们的性格比较开放一点 然后中国人比较含蓄一点 这样吧 好的 我们比较这样我要凑影片吗 哈哈哈哈 说我一个穆斯林 知道外国人怎么样 挺好的挺开放的 然后苏夏 苏夏也比较心静的 我们两个拍一拨 哈哈哈哈 苏夏也比较心静了 是拍的陆霞 好 你给 好 你好 你好 你 你能在意表情 哈喽 你好 Salao Malayquan 哈 对对 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请问 哈哈 你会嫁给一个外国的穆斯林吗 你的女儿 如果你还有女儿的话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太远了 太远了 嗯 对啊 哈哈 我就是一个生活习惯不一样的 虽然说大家都是穆斯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还对外国人的卡布是吗 对呀 嗯 好像要给你拿卡布 哈哈哈哈 对 你会套个外国人笑什么呀 超青狂 哈哈哈哈 等到手会哭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嗨你好 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29了 那请问您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择偶标准我已经结婚了五六年了 那如果你没结婚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首先这两个人性格合适在一起觉得舒服吧 我觉得 然后有共同的一些话题呀 然后可能男方比较幽默一点啊 然后比较有安全感 好的那你会嫁给一个外国人吗 合适也可以啊 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那你对现在这个满意吗 很满意啊 我觉得阿拉赐给我们的都是都是最好的 好的那那你以前在哪里上学的 我以前在中国啊 还有马来西亚 你觉得马来西亚怎么样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国家 然后它多样性非常的多 同国家的人不同种族民族的人然后都有大家都能相处的比较和谐 你有遇到过马来西亚的男生有一个球迷吗 嗯就是学校里面的但是应该不是马来人吧是其他国家的学生 这个设计隐私了吧同学 他长得帅不帅吗 那你帅的标准是什么嘛 像我这样的标准吗 你这样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很标准 请问你们的那个裁判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My purpose is to fund someone for my youtube fans Yay 你以后会嫁给一个外国人吗 你在玩什么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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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like foreigners yes why I like all human beings hello yeah ok so What kind of boys do you like first he must look handsome because it's very important Handsome like me right Yah kind of so and And We must get along well 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多东西在一起 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谈论 好的 那么他必须要成为一样吗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在神 所以如果我遇见一个人 人们没有信任神 这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在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是比较好 如果他人是Muslim 所以我们可以跟随着好 好 除了这个 是 rich重要吗 不重要 比较好 比较好 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观众 分别是非 很重要的 如果你要结婚 一个人 你需要他在中国的家里吗 不,不,不 我可以移动 我可以移动 我送他去他的国家 好的,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你好,给你做个裁判 请问你今年几岁了? 三十五 三十五岁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盼的 盼的,还有呢? 难看的 难看的 你会喜欢外国人吗? 我喜欢中国人 你喜不喜欢外国人? 我喜欢外国美女 好,下一位 你好 请问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二十四 你今年二十四岁,你在哪里上学? 我现在在中文上学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喜欢,我喜欢这个男生 你喜欢男生是什么? 作为一个穆斯林女生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喜欢有信仰的男生 好,那你会嫁给一个外国人吗? 我会 为什么?你说 那我说会 我这拍给外国人看的 不要 求你了 我给你钱 我不用约了中国人 因为我喜欢中国人 你交流起来比较坏 好 谢谢你 好,谢谢你 你好 你好,美女 采访你一下 请问你今年几岁? 三十 你今年三十岁 你吹牛的吗? 保养的好 保养的好 那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喜欢小鲜肉 然后呢 你会嫁给一个外国的男生吗? 会 谢谢 你会嫁给一个外国男生吗? 不 请问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一个外国人呢? 我说嫁 嫁啊 那行 走吧 你好 你想嫁给一个外国人吗? 我去 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一个外国人?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不要丢 我说你一下 我说是一个外国人 我说我说这些二十岁 都这么说 我 包包来 宁静 我说我 你把外国人家都交给一个外国人 你把外国人家都交给一个外国人 我我说你 你什么时候